明明都看到球棒在裡面了 還說是吊具 擺明睜眼說瞎話 更誇張的是 駕駛座底下還有一把西瓜刀 整輛車就像是個行動棒球隊 專門帶著惡煞到處砸電 惹是生非 去年3月一群惡煞 拿起球棒狂轟猛砸 第二賓館旁邊的藏儀社 行徑非常囂張 因為他們不但打破玻璃 釋放煙火還闖進辦公室 把電腦設備全部砸毀 時間再快轉到今年3月 新店安康的一處籃球場 有一名22歲男子打球打到一半 突然被砍霜送一擊救 事後發現都是 竹聯邦平躺木炸分會的黑道分子 在幕後指揮 把凶器放在車子上面 是保持激動 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他們就隨時可以因應 除了砍震事件之外 惡煞還囂張的在文山區熱炒店 因為正鋒吃醋 向遠在這裡談判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祖先竟然就在大門開槍 好讓他可以順利脫身 但誇張的是 隔壁就是警美女中 讓警方高度重視 還發現他們是以高姓男子 為首的犯罪集團 只要有人惹到他們 結果把對方引來到文山區 加以報復 根據警方統計 已經有5起類似案件 經過幾個月來搜證 終於將他們一網打盡 記得 臺北採訪報導